大家好,我今天打算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玩TD的小小经验跟心得 那我们现在来选一台就是我们要使用的TD 我今天在脸书上看见有一个朋友说他今天出了这一台4005 可是他不太知道怎么玩,那我们就来选择用一下这台坦克 来演示一下TD是怎么玩会比较好 我们先进入战斗 基本上TD有分两种,一种是有装甲的TD 然后一种是没装甲的TD 可是TD的定位就比较偏向于输出 然后至于是怎么输出呢,他的隐蔽会比较好 隐蔽情况会比较好的情况下 他被发现的机会会比较低,只要你不是跑得太前面 那这台的话玩法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们来演示看看是怎么玩的 首先这台TD的话,他的隐蔽也不是很好 然后我会选择就是 目前的情况就是我放有两台中档 我会到中线去选择就是 在这边找一个位置,然后等待对面出现 就类似像这个地方 4005 玩这张地图的话,我会选择这个地方 然后等待对面出现 就像这样 让他知道我们这边有冷光 他们在上去的那一刻就会比较有压力 我们就进行一个比较好的输出 就这个位置是相对有力的 就这个位置是相对有力的 如果只要对方 不是打得那么激进的话 我们先选择一个装 因为刚刚只剩下一发 然后我们的队友7201在那边卡 可是他很危险 如果对方强势的话 他很有可能瞬间就没了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火力的 就演武 有时候还要负责吃一下 对方的套战 现在他们已经发现我了 然后他们也知道 这边的话不能直接这样子越过去 会经过我的视线范围 会接受我的提火 然后我们继续卡着等撞天时间 我们继续保护我们这台中档7201 不要让他太快 然后被对方给 就是收掉或者是进行一个 相对的输出 我们就这样继续卡着 这就是TD要做的工作就是 尽量的干扰对方 后面我们撕了一套 我们进行一个装片 然后这时候对面已经压上去了 7201已经开始就是 被他们成为攻击目标 我们继续在这边做一套 就是做好我们TD的工作 然后适时的游走 对像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敌人的位置 我们就进行一个干扰 然后这台是一台TD 就是看情势去判断我们 如何去帮忙看 像现在他已经发现 他也不能过去 我们进行一个装填 虽然说还有一发 可是 刚刚已经射了两发 然后这边的话 7201对这台冲台 应该是很有优势 所以我们暂时 先选择不帮他 我们先把另外三台给处理他 然后这时候 TD就有这种优势 尤其是400 我们就可以打近身战 我们就可以打近身战 进行一个就是 用血量换他的输出和我们的伤害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在对面有两台卡在那边 然后我们不要冒然给人冲上去 这样对方已经强行强到过来 我们就稍微绕一下 不给对方一个机会 因为他们两台如果只对我一个人激活 我还是有可能会输的 就是被他们击杀 所以我们现在要 卡这一个点 然后我们现在强行个施拉 我们现在强行个施拉 没关系 就是 因为我们血量是比他还要流失的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装填 持续对他们进行一个大压 就是这样卡着他们 不让他们做太多的那种多移的动作 因为现在我装填要好 就是抢出头 然后就是 然后这台应该也在装填 然后我们就把他的 就是硬伤 应该就是硬撕才对 OK 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确定 确定我们已经胜了 C201也在我们的掩护下就是 没那么坏 但是他还活到了最后 这场上就是打的有进入先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输出 4996 以TD的输出来说的话 这已经做到了很好的 就是我们TD该做的工作 就是很好的 帮队友进行了掩护 活力的掩护 然后也做到了用我们4005TD的机动 去保护了我们队友 虽然说最后只剩下3个队友 可是基本上来说 还是有进无险 然后我设了15%炮弹 输出4996 嗯 那我今天TD的演示就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虽然说一开始刚开始说这些小经验 没有什么经验说的不是很好 不过希望你们能量解 那下一次的话我会再做其他 就是大家有兴趣或者是想看我玩什么坦克的话 你们也能在游戏加我好友 然后我会跟你们一起玩 然后跟你们说我是怎么玩 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玩 就是大家一起玩游戏 那谢谢大家咯 今天就先这样 大家拜拜